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能机器人得以实现 主要依赖于两项技术的突破 第一 人机互动方式的改善 第二 数据获取与处理能力的提升 追溯这两项技术的学术支援 机器人学的发展为智能机器人产业的爆发提供了致力支持 机器人学致力于研究如何进一步改善人机互动的方式与优化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作为智能机器人产业核心推动力 机器人学的方展直接决定了智能机器人的人机交互能力和数据的获取与处理能力 智能机器人研究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需要 也是学科前沿交叉的典型代表 服务机器人发展潜力巨大 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器人消费市场 但相对来说 服务机器人对技术的要求更高也更全面 市场空间更加巨大 从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来看 在全球整体机器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 亚洲市场是全球机器人消费的最大市场 根据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u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的估计 2025年 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670亿美元 而2017年 这一估计值已经被上调至1260亿美元 其中 商业市场的增长幅度从17%被调整至29.8% 消费市场的增长幅度则从9%上调至26% 这也预示着当前全球机器人市场正在经历发展方向的转移 由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主 逐渐转向以服务机器人为主 根据IFR统计 2010年至2016年 服务机器人全球销量从139.64亿美元 上升至274.5亿美元 年均复合增速11.14% 个人使用的服务机器人市场 预计在2018至2020年间 也将达到410亿美元的规模 面对如此庞大广阔的市场机会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GT集团 早在2012年就斥资5亿美金 打造GT机器人公司 GT机器人公司 是一家从事人形机器人的研究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完美融合了最先进的硬件自动化 和自主开发的软件系统 为教育娱乐商业综合护理等领域 提供以服务为中心的智能机器人 秉承GT集团的使命 GT机器人致力于提高生产率 安全率 生活娱乐性 来改善未来人们的生活品质 从而创造出一个全天候 全功能 全自动的仆人世界 仆人世界根据功能用途 主要分为GT新零售AI机器人车 GT销售Mini机器人 GT方舟机器人 GT私人助理机器人 和GT小顽童机器人等 其中无人驾驶 AI问答 安全监控 眼球广告 神经网络等主要技术 GT机器人公司 都拥有多项全球顶尖专利 借助于GT集团 在全球市场庞大的政商关系 和资源布局 GT机器人已经和全球多家 大型机场 车站 五星级酒店 医院 社区服务中心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并且大量铺设 各类服务型机器人 成为当之无愧的 全球机器人产业巨头 在不久的未来 无人世界 全力打造 从源头技术创新 到产业技术创新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产业链 开放的平台 连接的产业链的两端 一方面 它可以连接了开发者和研究机构 另一方面 可以连接许多下游的企业 比如一个以图像识别为主的 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可以将相关技术能力 开放给希望在图像识别领域 开辟业务的创业团队 最终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全人类 为世界生产效率的提高 贡献自己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